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福山国小 全校一年级到六年级 共有31个小朋友 全部都是泰雅族的 因为我们学校比较算是偏远 以前报纸就是一个礼拜 只有送一次到山上来 所以小朋友读报的机会 大概就一周就看一次报纸 可能是交通不方便的关系 那后来就是因为我们有争取到 那县福也搭配到 我们是在偏乡的地区 报纸跟着社巴一起送上来 然后找上我们的工友去信箱 拿送到学校来 所以小朋友每天都有读报的机会 我喜欢散步 因为散步带给我快乐 为维持身体健康 和我们的男生场就成长 篮球场是杀菌 剩下来的女同学三五成群 为在一怪儿 谈论各自的偶像 最新的八卦等话题 这时候我会找几个好朋友 就一起出去走走 也可以借这个机会 因为我们小朋友在山上 早期的话我们算是文化刺激比较少 然后对外的资讯也比较不容易取得 可是自从国语日报带来山上 然后让小朋友做早上阅读的 十分钟的这个课程 让小朋友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不仅仅是吸收到新的知识 对国际的还有社会的 各个层面的这些事情 多少都会有一点点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孩子一个成功的支点 让孩子撑起全世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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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